12月16日,香港警方召开例行记者会,警方发言人通报了上周末发生的暴力行为,并表示,暴力行为如山火后死灰随时可以复燃,足以烧毁整个城市,他呼吁市民向暴力说不。 香港警察公共关系科总警司郭嘉全表示,12月15日,有人在香港沙田新城市广场和九龙湾德福商场等地非法聚集,一批示威者闯入酒楼等店铺破坏,令顾客受惊。 有暴徒打烂商场栏杆的一大片玻璃扔到下面一层,完全不顾市民安危。 也有暴徒与徒人因意见不同争执,向一名女子脸部喷漆,还抢走另一名女子手机,并对其打骂。 也有暴徒与其他市民争执,之后更加向一名女徒人的面部喷油漆,纯粹只是她的意见和她们不一样。 去到傍晚的六点半左右,暴徒不然之间怀疑另一位女市民, 她怀疑她手机是用来拍摄了现场那些示威人士的大头, 单凭的怀疑就无理去要求她去交出这个电话给他们去检查。 当这一个女性的市民是拒绝的时候,她就被包围、指骂、拉扯, 甚至乎是用揭打她,抢走和打烂她的手机电话。 郭嘉全表示,暴徒长大各大商场作案,为所欲为, 警方绝不允许商场变为无人管的地方。 12月15日,警方在沙田拘捕12人,在九龙湾拘捕4人, 更有暴徒尝试抢走犯人,投掷烟雾饼。 香港警察公共关系科高级警司江永强表示, 警方过去一周拘捕99人,有8名警员受伤。 6月至今,警方共拘捕6105人,检控978人, 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学生。 他谴责有心怀不悔的人,企图利用年轻人违法。 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面,警方在行动当中, 总共拘捕了99人,包括72名男子和27名女子, 年龄介乎12至54岁。 涉合的罪名包括非法集结, 导致相当可能会危害生命或财产的爆炸, 藏有攻击性武器,藏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和商人等。 我在这里想特别指出,在昨天的暴力事件里面, 我们一共拘捕31人, 而超过一半是学生,总共有17位。 情况是令人担忧的。 如果有人想利用一些甚至不成熟的年轻人, 去做违法的行为,从而达到一些目的的话, 这些行为是相当之悲劣的。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